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又到国际新闻的时候,哇,有很多猛烈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因为曼谷那边有枪击案 特朗普方面已经找到一个副首 叫做副总统候选人出来 有人说原来特朗普这件事 这个预言很厉害 是不是什么?曼眼龙婆,爸爸曼教 不是啊,是你们没听过的 厉害了,有料了,不是薯条 另外也会说说日本火山又爆发 哇,那有很多东西 没错,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所以真的感激你 首先跟大家看了泰国曼谷市中心一宗 之前说到是枪击 现在变成了中毒的事件 这件事件都挺令人震惊的 话说这件事就在四面佛的军月酒店 Gran Hyatt 死者就是三男三女一共六个人 围体在这个房间门口前 里面 走廊里面都发现到的 因为之前就说到是枪击的 但是有警方就爆料 就说澄清他说没有找到有枪击的痕迹 那为什么会中了这个山埃毒呢 都真的挺头疼的 由于这件事就说原来俄国能源部长 想着在今天进这间酒店 哇,在昨晚弄了一些山埃毒出来 那跟这个俄国官员进去 会不会有些能源部长进去有些关系呢 哇,这个会不会有人暗杀落毒呢 变成说,看来都要他们去调查 因为说这六个死者都是越裔美国人的 那都真是有些古灵精怪 其实泰国近期都比较多事 对上一宗就是这个枪击案 对吧,导致有中国游客死了 其实都挺密的这些事件 他们怎样可以吸引多些人去玩呢 那真的都挺麻烦 这个中毒更加朴朔迷离 会不会变成一宗暗杀事件呢 发现原来那几个是那些特工呢 还是六个人呢 一起中山埃毒 那究竟为什么一间酒店里面 会有山埃毒呢 是野食、野饮 那真的不得而知了 要让他们调查一下才知道了 好,这个真的看来有时间搞了 好了,讲完这宗新闻之后 也跟大家跟进日本英岛火山 又爆发了 而且威力也非常强劲 刚刚附近有一部飞机起飞的旅客 看到这一幕 她拍了很多照片 那那部飞机有没有事呢 我们先看看这个报导吧 那么根据日本媒体的报导 日本九州六二岛 英岛火山 再次就爆发了 那又乘客刚刚坐飞机 看到它爆出来的那一刻 很清楚 拍到火山爆发的画面 那有一部飞机起飞 那那个 机长呢 就,Captain Sweet King 英岛火山爆发了 这样啊 然后立刻那些乘客 哇,拿起枪看一看 幸好那部飞机就没有受到 它爆那一刻 其实爆出来有些冲击波 气流的 幸好没有事 那些乘客又不害怕 每个都,哇 是吧 就是奇景 那样了 幸好而已啊 对啦 因为这一次的威力也挺强劲的 根据日本气象厅指出 他说这一次的火山爆发 火山灰、烟 高度距离 都距离这个火山口 大概4500公尺 那也都说到是 英岛火山 在今年2月14日情人节 爆发5000高空 即是5000呎高空之后 那些龙烟、灰 再次突破4000公尺 目前这个地区 仍然维持 三级境界 严禁登山 当地政府也提醒市民游客 要保持境界 那最重要是没事就可以了 对吧 最怕他大件事而已 对啦 这个也是 非常令人关注 那 明白的 你说世界 全球都是很多 古灵精怪的东西 刚才说到泰国 现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也提醒中国国民 什么事呢 就说不要随意 小心堕入这个虚拟绑架 什么叫虚拟绑架呢 我们先看看 根据报道 近期针对海外留学生的虚拟绑架案件多了 大使馆接到多单游在澳洲、加拿大、日本等 中国留学生被诈骗分子虚拟绑架 去到泰国的求助 驻泰国使馆 提醒广大 在泰国的中国公民要提高警惕 防范意识 避免落入不罚分子的圈套 大使馆的指出 就说这种诈骗者手法就是这样的 其中有位澳洲留学生 A接到诈骗分子打电话 对方就说他是识黎卫生部的工作人员 就说他涉嫌一件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警方就展开调查 就说会撤销他的医保和签证 他说如果想保留就需要继续配合调查 这位澳洲留学生被他骗倒后 对方就要求他买机票去泰国 再去缅甸 是这样的 不是吧 期间就说需要断绝和身边人的联系 影子被绑架 偶打虐待等惨犯不停向家长哭诉 要求解构图片或影片 在A失联期间 诈骗分子又会慕容他的微信 联络家长 就说孩子被绑架 再于是拍好图片和影片作证 让他转到他的家人 是这样的 对 这个也可以 现在不用直接绑你 叫你拍自己拍片给别人绑 自己拍片来看看 是这样的 其实是正常的 我都说这些 你哪有 你不合逻辑的 澳洲逝离卫生部工作人员 叫你过去泰国 处理资金的 你都白痴的 你真是傻的 你请我都不去啦 你都很傻的 不过有些人信的 这些都不合逻辑 硬来的 为什么一定要去泰国的 热啊 有别的可以吗 新加坡会不会的 行不行 不要去到那么远 不过这些都是要小心提防 也对 要警惕一下 另外也和大家跟进一下 特朗普这个愚蚀事件 被人行刺事件 神预言 对吧 对 厉害啊 竟然被人找到 很多人都说了 原学家也说了 预言之类 这就是华人的预言 我们看看西方的预言 但是看西方预言之前 先跟进最新的特朗普的消息 因为他继续包着耳朵 真是马不停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在威斯康星州 物以沃基市召开 刚刚枪击的特朗普 首日公布 由39岁的代表 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 作为他的副手 就一起拍照 出战2024总统大选 共和党籍的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表示欢迎 真是特朗普 特意找个这么年轻人出来 做他做这个副手 即是未来有机会做副总统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叫 特朗普做了总统 不是他是谁 特朗普特朗普提携你了 这么年轻人做副总统 行不行呢? 我们真的要知道 究竟这位曼斯是什么 特朗普选择人 是否特别的呢? 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说 公布这位39岁的曼斯 出任副手的消息 他说经过长时间 審议和考虑 考虑了很多其他人的巨大才能 才能找到合式担任副总统职位的人 就是他 曼斯曾经做过海军陆战队 光明地为国家服务 两年后以优异成绩 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 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身 很厉害啊 耶鲁大学 读法律的 曾经担任耶鲁法律雜誌的编辑 和耶鲁法律退五军人协会的主席 他有本出书叫《绝望者之歌》 是这样的 他曾经在科技金融领域拥有非常成功的商业生涯 一个39岁的人 已经这么厉害了 又做过兵 又是法律系大学毕业生 有著作 也在科技金融里面有很多东西 哇 超人的一款 现在说到这位曼斯 专注为人民奋斗 包括美国工人和农民 但你不要以为这位曼斯一直都很支持特朗普 其实不是的 原来说到这位曼斯 现在特朗普邀请他成为副首 即是参选副总统 曾经骂过特朗普的 骂过特朗普的什么呢 包括特朗普是傻子 还有美国的希特拉 哈哈哈 这样也可以 但是竟然 最后也成为特朗普的粉丝 哦 真的不是说笑 这位曼斯曾经被视为共和党坚定保守派 又或者可能未能吸纳新的支持者 甚至不受温和派欢迎 曾经有人叫特朗普选择女性 或者有色人种作为他的副首 去扩大其他选民 其实去到这个位置 不用了 不用了 这件事件你见他 原先可能未必选择他 有消息指出 其实特朗普在共和党的 党内全国代表大会当中 原先有一篇演稿 但是因为这样一宗事件之后 立刻整份的改过 里面的宣传口号 竞选slogan 全部改了 当然要改了 现在三个字 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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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那幅照片 没有了 成为历史 就是进入历史名刷 然后宣传海报 淘宝也有卖 有人说特朗普中枪 举起手 那幅照 那幅照片 就是获得奖 普林斯应该会获得的 摄影大奖 没有了 这应该是2024 其中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幕 当然 你说这个势头暂时也是 所以你说特朗普现在不需要再找什么其他人士呢 找一个有这么厉害的人士出来 她是一位作家 有点料到 那本《回忆录》里面的这位曼思 探讨家乡的社会经济问题 就说母亲有毒瘾 父亲一早就抛来家里 还有家人朋友的挑战 痛苦错误决定 他分析农村群众的问题和心态 造成贫穷的循环原因 他在参议院 就说支持民粹主义经济政策 成为国会对沃尔兰最大的怀疑论者之一 那就更加反对堕胎了 这样的 近期支持特朗普的观点 OK 那就没有的 这次也应该没问题了 对不对 好了 说到既然副手都出来了 现在有媒体就说 邀请贺锦丽和曼思做了一场辩论 既然打不了特朗普 就找他副总统来赵一下也好 其实这个也是计谋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你现在正所谓主角光环 特朗普有 是的 就算子弹射都射不中 你还不是主角光环做戏 永远射不中他 真的疯了 没有的 另一种说法就是 你宣传口号 现在在美国很强劲 就是说天选之人 我们叫天选之人 在美国他们信天主教 基督教 耶稣 上帝 上帝 选他出来的 美国人很信这一套 华人也有 神叫你出来 神叫你出来 怎么也好 基本上他就代定粒 他副手是不是代定粒 也未必 是不是完全找不到特朗普的罩门 其实也不是 所以就可能要找 这个何锦丽出来 就去尝试挑战一下 这位曼斯 看看可不可以在 叫做 用 何锦丽 说实在是现任副总统 可不可以用他的嘴 击击 搞定曼斯 可能在这个位置 找一些突破口 现在说到特朗普能够避击子弹 但是再厉害的东西就是预言 原来告诉你 在29年前曾经有一件事预言了特朗普被行刺 更加曾经准确预计 新冠疫情 说到准得你害怕 有几准呢? 我们一起和大家看看 原来网民翻出1995年 一个游戏卡叫光明卡 里面有部分内容 竟然预言了特朗普被遇杀 追索了1995年推出的 卓游卡牌游戏光明卡 里面部分内容 竟然和近年来发生的世界大事 有惊人吻合 包括1911事件 南亚海啸 日本311地震 甚至乎新冠疫情 都准得离谱 究竟 有人说 是不是有人精心策划的? 其实世界上发生的所谓的大事 一直都是有人操控着 根本不是意外 根本不是天灾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天灾 只不过有一个大型的人 一帮大型的天高的人 正在操控着我们 他要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有病毒 这个时候有什么什么 是这样 是不是真的这么准备呢? 其实 曾经有节目说 这个叫光明卡 里面说很多世界大事 开始就没有人理会他 这个卡 但是到了 他曾经预测到911事件之后 才能得到这个回响 其中这个光明卡当中 预测了特朗普的崛起 就说上面没有指名年份 这就是特朗普的样子 这就是特朗普的样子 上面写着一句字 Enough is enough 整个特朗普的样子 你看到的 真的非常恐怖 真的夸张 其实 还有令大家有关注的卡 里面也提到的 类似就是911 尤其是他扣卡牌 有一幕 就是911 那一幕就是飞机撞下去的画面 竟然在卡牌上发现是一模一样的 就像是一幅制出来的 爆炸中间裂开 另外五角大楼 也被波及 他这样写的卡牌 是恐怖分子核弹核 真是夸张 很准确 另外还有2004年 南亚海啸 里面其中一张卡牌 写着海啸正是推向一个跟印尼国家纪念塔 类似的标志 令人联想起2004年的南亚海啸 另外有一张卡牌 就是一个核子的意外 它是Nuclear Accident 类似福岛的核电厂建筑物的裂痕 上面有人说像樱花一样 究竟是不是暗示核的意外在日本发生呢? 另外这堆卡里面还有一些近期发生过的事情 其中有一张命名为疫情的卡牌 有口罩、手套、疫苗、十字架 也有一些类似包着的尸体 上面写着隔壁的字样 完全是疫情大爆发 下面它是这样写的 This is an attack to destroy any place It does not require an action It's power is 14 你信不信?恐怖了 除了刚才说的这份光明卡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恐怖未发生的预言 会不会跟眼龙婆、爸爸、孟家的预言有些类似呢? 这张卡名叫高 入波好像高 目标 population reduction 人口减少 恐怖了 人口减少 画面又是城市一片直直 背后被一个骷髅骨头的形状 龙烟包围 看起来很恐怖 裡面是这样写的 Too many people making too many problems And not enough love to go around OK 大概意思就是说 人太多 问题太多 爱太少 裡面解说 未来人口会锐减到5亿 最恐怖的就是发生年后 是1995年的30年后 一加上去就是2025年 OK 好了 预言延连 盲眼、龙婆、爸爸、孟家 也说过欧洲会出现一个人口开始减少的问题 激减 人口人类突然之间会锐减 两个预言都撞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也挺麻烦的 加上现在笼罩着的就是核战 很多地缘政治的问题等等 你信不信又... 现在你说拿出来说 对 你不出来就说 没有的 有人说 不是啊 香港的元格 所谓的... 风水命令的元学家 也有元格 没问题而已 现在中了 那些人拿出来 又说事后恐明 人家一早就说了你不听 没办法 对吧 所以这些事情就看你自己怎么想 好了 说完这些之后 也说一下一些 一些周边的东西 周边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 伊朗马斯承诺每个月捐4500万美金 支持特朗普了 那... 你说伊朗马斯某程度上都吃到这个... 特朗普的红楼 他呀... 没有落错注 他在事发之前 其实已经说支持特朗普了 事发之后 特朗普的股价也有上昌 特朗普的相关股份也有飙升 其实他自己也好像暂时赢了一仗 伊朗马斯就说了 接下来每个月 向一个新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捐款4500万美金去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 每个月4500万? 哇... 4500元就说了 4500万 富豪是不同的 每个月给你花光4500万美金 那是几亿啊 几十亿啊 几亿啊 几亿啊 真是你不是说笑 夸张 这样暗发 真是想输也很难 拿钱扔人 另外 真是有主角光环 现在特朗普 就算身陷了几宗官司 都好像没什么 什么事呢? 看到美国佛罗里 州联邦法官裁定 委任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违反宪法 博会特朗普涉嫌不当处理 机密文件一案的指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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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那就... OK 根据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方法官表示 司法部长加兰委任史密斯 为特别检察官违反宪法中的任命条款 条款规定美国官员必须由总统任命 并且经过参议院批准 而说到这位地方法官指史密斯 使用的永久无限撥款 为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提供资金 同时违反宪法 这样的 OK 那会不会告他不成呢 只要你没有的 告不不告得成也好 特朗普现在 都很厉害 有些料到 某程度上 又齐脚了 看来势头都很暢顺 另外说北韩竟然有位 驻古巴外交官便捷 投奔韩国 不是吧?这么夸张 根据韩国传媒报道 北韩驻古巴大使前外交官 李一辉在二三年十一月 葵家眷投奔南韩 现在是南韩境内定居 他是16年以来最高的脱笔官员 这样的 OK 这样 走了去南韩 那有没有料爆 有没有什么机密文件拿着手 金仔 得罪金仔不能够 分分钟恨之不得 碎尸万段 所以很害怕 怎样呢? 会不会有人暗杀他呢? 分分钟有人说 这样就比北韩好 那今集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